现在不养生,老了养医生。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多散步对血管好。 医生建议,五十岁后,坚持做这五件事或比运动好。 中老年人一定要看看。 大家一起来听。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每天吃完饭之后,随处可见散步的中老年人。 很多中老年人热衷于散步的原因很简单。 散步很方便,只要不下雨,穿上鞋说走就能走。 公园、小区里面、江边,只要有人的地方,哪里都可以去。 每天吃完饭之后,叫上三两好友,边散步边聊天,感情促进了,运动也做了。 并且,大部分中老年人都觉得,散步对血管好。 那么,散步真的对血管好吗? 一、血管健康对老年人尤其重要。 血管健康对老年人至关重要。 这不仅关系到其晚年生活质量,也影响着寿命长短。 血管伴随我们一生,它运输氧气和养分,清除废物,连接全身个系统。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会逐渐出现损伤和功能下降。 血管损伤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这是导致老年人死亡和失能的主要原因。 统计显示,2019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死因中, 心脑血管病占了约40%。 血管内皮细胞功能下降,胶原纤维减少, 会使血管堵塞,硬化的风险大增。 如果心脏和大脑等重要脏器得不到充足的血液供给, 后果可能极其严重。 比如,脑供血不足可能导致中风、痴呆, 而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则可能引发心肌梗死。 这些疾病的发生将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自理能力和生命安全。 血管功能衰退也会导致新陈代谢紊乱, 营养和氧气无法及时到达身体组织, 代谢废物无法被及时清除。 科学研究发现, 血管内皮细胞分泌的一氧化氮, 是影响新陈代谢的重要分子之一。 一氧化氮可以帮助血管扩张, 但随着年龄增长, 内皮细胞一氧化氮的合成和释放能力会逐渐下降, 缺乏一氧化氮的参与。 组织细胞更易出现氧化应激反应, 从而加速衰老。 代谢缓慢也更易导致糖尿病、 脂肪肝等疾病。 这些疾病的并发症进一步损害血管, 形成恶性循环。 血管弹性下降还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健康血管有很好的弹性, 可以帮助心脏将血液输送到全身, 但血管老化后弹性变差, 心脏为保证组织灌流, 就需要更努力地跳动。 这不仅给心脏增加负担, 也让老人更易出现头晕、 乏力等症状。 严重时需要依赖药物或医疗器械来维持血管通肠, 失去自主生活能力, 无疑会大大降低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 因此, 有些老年人为了健康, 将日常散步作为一种易操作的轻体力活动。 从科学角度看, 这对于血管健康有用吗? 2. 多散步对血管好 大家都知道, 目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药物, 是可以帮助血管延缓衰老, 或者是让血管变年轻的。 而想要让血管延缓衰老, 其实我们可以通过运动来实现。 运动的方法有很多, 散步也是其中一种。 而想要通过散步锻炼血管, 是有条件的。 我们要知道, 血管遍布全身, 各个器官组织处都有血管。 而人体的全身血管可以分为三种, 分别是动脉血管、 静脉血管和毛细血管。 在这三种血管中, 动脉血管是最容易硬化的, 所以要想预防动脉血管硬化。 我们可以坚持做一些有氧运动和肌肉训练, 跑步、游泳、行走。 这些有氧运动都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 维持血管弹性, 预防动脉周样硬化。 静脉血管的锻炼方式就会更加安静一些, 比如说按摩、拍打、 蒸桑拿等等。 静脉血管的锻炼方式, 主要是通过一冷一热, 一张一缩等方式来增加血管的弹性。 毛细血管遍布全身, 因此,想要锻炼毛细血管是最容易的。 只要身体动起来, 就可以锻炼到毛细血管。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 中老年人多散步, 确实是对血管有好处的, 尤其是对于动脉血管和毛细血管。 那么,中老年人想要散步, 应该要怎么做呢? 每天可以坚持散步六千至八千步, 因为根据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 曾经发表过的一篇研究表示, 中老年人每天坚持散步六千至八千步是最好的, 对血管也有好处。 那么,多散步除了对血管好之外, 还有什么好处呢? 中老年人每天坚持散步, 可以帮助缓解慢性疾病。 有很多中老年人都患有高血压、 高血糖和高血脂等慢性疾病, 而坚持散步可以辅助控制慢性疾病, 因为散步的时候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血液粘稠等症状。 坚持散步, 可以降低心脏病的发病风险。 据科学研究表明, 每天坚持运动, 可以帮助降低人体内低密度脂蛋白和胆固醇的含量, 还可以减少心脏病的发病风险。 因此, 医生建议中老年人可以适当散步。 坚持散步, 可以强身健体, 预防生病。 很多中老年人在换季的时候, 特别容易生病, 就是因为身体免疫力太低了。 而坚持散步, 可以增强免疫力, 预防生病。 坚持散步, 可以帮助减肥。 肥胖对于中老年人来说, 是非常不好的情况, 因为肥胖的人群 会更容易得三高等慢性疾病, 也会更容易得心梗和脑梗。 而每天, 只要坚持散步半小时到一小时, 就可以消耗身体内的热量, 减去多余的脂肪。 当然, 医生建议各位中老年人, 如果身体关节本身就有不适的情况, 就不用这么严谨, 只要每天散步到自己微微出汗就行, 千万不要不服老。 有些中老年人觉得自己年轻的时候, 能走几个小时都不带喘气的, 现在老了也依旧可以, 但事实上, 还真不可以。 上了年纪以后, 身体各项机能都在退化, 如果长时间散步, 会磨坏关节软骨, 导致膝盖疼痛, 出现半月板损伤等情况。 因此, 中老年人散步一定要懂得量力而行。 三, 散步有哪些注意事项? 首先散步的姿势需要注意。 散步时要挺胸抬头, 弯腰驼背容易造成肩颈不损伤, 散步时要微微收腹, 双腿平行, 手部可以像跑步一样, 前后摆动。 许多中老年人平衡能力减退, 如果不保持以上动作, 容易重心不稳, 导致摔跤。 关于散步的场地, 可以选择平整的地面, 比如小区公园的水泥地, 塑胶跑道等, 不建议凹凸不平的路上行走, 容易绊倒, 对关节的缓冲力也较弱。 散步的时间一般选择在傍晚或晚饭后, 晚饭后散步更利于食物的消化, 避免出现消化不良等症状, 不过散步时间不宜太晚, 太晚容易失眠, 散步也不宜太早。 很多老年人在早晨散步, 早晨空气湿度大, 容易着凉, 而且老年人在早晨更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疾病。 散步前准备装备要齐全, 建议换上一身宽松透气的运动服, 穿上一双鞋底较软的跑鞋, 好的跑鞋对缓冲脚底的压力有一定的帮助。 还可以带上一瓶水, 在散步途中缓解口渴, 补充能量, 不过要注意不能一次性喝太多水, 建议少量多次饮用。 散步的时间不宜太短, 也不宜太长, 保持30至40分钟左右为宜, 时间太短达不到效果, 时间太长容易引发不是症状, 对关节、足底也有一定的损伤。 散步时注意以上几点, 可以有效避免对身体造成伤害, 同时对身体的益处也获得了许多。 很多中老年人, 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 可能不能每天散步。 那么,对于这部分人群, 要怎么做会更好呢? 医生建议, 五十岁以后坚持做以下这三件事, 比运动要好, 千万不要不相信。 四,五十岁后坚持做这三件事, 或比运动好。 一,注意饮食, 都说病从口入, 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根据美国心脏协会 阿浩相关会议发表的一篇研究表明, 美国有一半的心血管疾病都是吃出来的。 研究人员分析了1990年到2012年, 美国国家健康, 与营养调查和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相关数据, 还有对2015年心血管死亡人数分析, 发现有一半的心血管死亡患者都是因为吃, 其中原因包括全穀物摄入不足, 吃得太咸等等, 加快了患者得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因此, 我们可以看出饮食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医生建议, 50岁以后的中老年人一定要注意饮食, 要注意营养均衡, 不能挑食, 光吃肉或者光吃素都是不行的, 肉要吃, 蔬菜也要吃, 也要注意全穀物的摄入。 50岁以后的中老年人在做饭的时候, 要保持少油少盐的习惯, 因为上了年纪之后, 味蕾会退化, 所以大部分中老年人在做饭的时候, 都会放很多盐, 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吃得太咸, 会加快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一定要注意。 有不少人在逢年过节时, 都会给家里长辈买功能性饮料, 觉得功能性饮料含糖量低, 而且可以补充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元素, 喝了对身体好, 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功能性饮料中, 除了含有水、 维生素和各种各样的矿物质元素之外, 还含有大量的咖啡因、 牛黄酸等物质, 看起来对身体无害。 实际上, 对患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群来说, 危害很多。 功能性饮料中含有的咖啡因和牛黄酸等物质, 会加重胶感神经兴奋的情况, 让血管收缩血压升高, 严重时就会导致血液粘稠, 加重血栓的形成。 因此, 医生建议, 中老年人一定要少喝功能性饮料。 功能性饮料中含有大量的糖, 患有高血糖的患者也不建议喝, 否则有可能出现糖尿病急性并发症。 另外, 身体健康的成年人和青少年, 日常生活中也要少喝功能性饮料, 不然会加重肥胖的风险, 对于身体伤害很大。 二, 不要熬夜, 早睡早期, 上了年纪之后, 中老年人会出现较少的情况。 因此, 很多中老年人每天都只睡几个小时, 但是这种做法也是错误的。 中老年人一定不能熬夜, 要保持一个规律性的睡眠习惯, 熬夜很容易打乱生物中, 影响身心健康。 睡眠不足对老年人的危害很大, 不仅会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 还会导致肾虚、肝火旺盛、 神经衰弱等情况发生。 因此, 医生建议中老年人每天都要睡够七、 八个小时, 并且每天晚上十一点左右就要入睡。 如果是实在睡不着, 也要躺着休息, 早上可以起早一些。 三, 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 中医认为心生血, 心理状态直接影响血液运行, 压抑、焦虑、敌对等负面情绪 会导致自主神经失调, 增加胶感神经紊乱, 这会造成血管收缩, 危害血管健康。 开朗、乐观的人, 血管通常更加通常, 因此保持良好的心态, 对老年人来说至关重要。 适度地社交, 参与有意义的活动, 都是帮助保持积极心态的方法, 这比单纯运动更能保护血管。 四, 养成每天泡脚的习惯, 这对改善下肢循环很有好处。 中医认为, 足部穴位与全身经络相通, 通过热水浸泡, 可以活血通经, 帮助气血运行, 临床试验证明, 足域可以显著增长, 增加下肢血流量, 减轻水肿, 特别是长期久坐, 缺乏运动的老人, 足域的保血管效果更为显著。 理想的水温在38至40摄氏度, 时间20至30分钟, 可以在睡前进行, 这比单纯运动更直接地帮助下半身血液循环。 五, 定期体检。 中老年人一定要意识到定期体检的重要性。 很多中老年人都不喜欢去体检, 觉得体检浪费钱, 如果自己有不舒服的地方, 自己肯定会第一时间知道, 就没有必要去浪费这个钱。 但是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很多疾病在前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 我们只有通过仪器的检查才能判断出, 而且体检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楚地了解自己的身体情况, 只有好处, 没有坏处。 医生建议, 没有慢性疾病的中老年人, 可以半年或者一年体检一次。 患有慢性疾病的中老年人, 可以每三个月或者半年体检一次。 如果在体检的时候, 发现身体有不对劲的情况, 可以及时就医, 寻求医生的帮助。 中老年人, 千万不要避讳就医, 避讳就医就是在害自己。 当然, 中老年人要想维持身体健康, 也要注意戒烟戒酒。 烟酒对身体的危害都很大, 不仅伤害我们的肝脏、肾脏、肺部, 对血管的伤害也很大, 所以要戒烟戒酒。 同时, 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很多中老年人整日就在思考, 自家儿子女儿的工作, 自家孙子孙女的学习, 每天都很忧愁。 要知道, 长期焦虑或者是压力过大, 会容易导致血压过高, 出现脑梗等情况。 所以中老年人一定不能思虑过重, 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 要相信儿孙自由儿孙福, 只要自己身体健康, 就是家人最安心的依靠。 中老年人的日常护理, 有很多方面都需要注意, 但是总结起来, 也就是要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 不要熬夜, 要早睡早起, 也要注意自己的饮食情况, 要多吃蔬菜和水果, 肉也要吃, 但是要少吃高热量高油脂的食物, 除此之外, 就是要坚持运动, 定期体检, 只要做好这几点, 那么一定可以保护身体健康。 多散步对血管好, 但是中老年人也要注意量力而行, 不要过于勉强自己。 当然, 除了散步以外, 中老年人还需要控制饮食, 注意饮食清淡, 少吃高油高盐的食物, 也要少喝功能性饮料, 同时还要注意定期体检, 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持身体健康。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您对本期影片感兴趣的话, 可以点个订阅支持一下, 每日为您分享更多健康养生科普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